我们讲拉格兰尔Multiply 中文是拉格兰尔条件机制 或者是 或者是拉格兰尔乘子法 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要找到一个函数的最大值 或者最小值 我们先看二元函数 在这个在这个限制条件下 g,x,y等于0 这样的限制条件下 我们怎么样去找到 z等于f,x,y的最大最小值 那我们 我们的做法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限制条件 可以给出一个 y等于 一个 yx,就是y是x的函数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 z就可以看成是一元函数 z是x的函数 因为这里面的y看成是x 是x函数 所以说如果说是在 x0,y0处 如果在这一点处 f,x y 有机制 那我们就知道 d,z,d,x 在x0,y0处 它就应该等于0 因为我们知道是一元函数 一元函数它如果有机制的话 它的一界导数应该是等于0 当然我们默认f和g都应该是differential 就是它们都是可谓的 那么如果f和g是differential 在x0,y0处 它是 可谓的 那我们就知道这个一节导数它应该是等于0 因为它是extreme 是吗 我们知道这个 如果它是可谓的话 那么它 又是极致的话 它一定是一节导数等于0 那我们算一算一节导数 根据我们的称入 根据我们称入 那么就应该是 偏f偏x加上偏f偏y 然后d,y,d,x 那么偏f偏x 那这个我们直接照写 偏f偏y 那么d,y,d,x 我们怎么求呢 我们用implicit differential 就是隐含数求到吧 对 这个求 那么就是负的gx over g,y 这个要等于0 那我们把 这个 我们写得简单一点 就写着fx 加上fy 负的 gx,gy 乘上负的gx,gy 等于0 我们再把它 写一下 就是 fx 等于 fy 乘上gx or orgy 我们再把两边同字除以gx 就变成fx 除以gx 等于fy 除以gy 那么这两边是不同的 四个函数 那么它们只比较相等的话 那么只能是它们是个常数 那么也就是说 fx一定等于一个 nambda 称上 gx 而fy 等于nambda 称上gy 那这是我们的 得到的结论 当然说我们可以把它 把它写成 向量的形数 就是 f的gradient 要等于nambda 乘上 g的gradient 然后我们再加上 它的限制条件 加上我们原本的限制条件 是g x y的unit 因为有 因为有三个位置数 有三个位置数 就是三个需要确定的变量 所以我们需要三个function 这是二元函数 那么它如果说是极致的话 它一定 一定是 满足这个function 但是满足这个方程的点 是不是一定都是极致呢 那我们就 那我们可能不一定 我们一般就是说找它的最大最小值 那么这样子给出来的 我们通过找这样的点 然后再比较各个点 的值 那么其中一个最大就是最大值 最小的就是最小值 那我们 在三元函数是一样的 那么 在3D的话 我们是也是 F的gradient 等于lambda 乘上 G的gradient 然后 G X Y Z 等于0 那么我们找极致 找在一个条件下的极致 我们就是 我们就是找这样的 找这样的 一个 解 解这样的一个function 那我们直接看 立体 那我们用一些 立体 Find the Maximum Volume of a Rectangle 长方体的盒子 没有盖子 没有无盖的长方体盒子 但是 它的 表面积是12平方厘米 也就是说 有12平方米的这个纸盒子来做 12平方米的纸盒子来做 那么我们怎么样把这个长方体的盒子 让它的 让它的这个 体积最大 但是它是没有盖子的 但是它是没有盖子的 那么这12平方米就是我们的限制条件 我们如果说 Let XYZ B 我们说 Y 就是宽 长 我们先写 先写宽长 都可以吧 还有 宽长高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 Volume 就是它的体积 是 等于 X乘上Y乘上Z 这是我们要求的最大最小值 然后它的限制条件就是 那么 X乘上Y是底部的面积 加上2倍的X乘上Z 这是两个侧边 再加上2倍的YZ 这个等于12 或者说我们直接减12 等于0也可以 我们一般写的左边和右边这个关系不大 因为是右边是常数 好 这个是我们的函数 这个是我们要求的函数 X乘上Y乘上Z是函数 这个是限制条件 这个是function 所以我们说 Gradient V要等于Lambda Gradient G 好 G X Y Z 等于0 我们G可以写成是 可以写成是 X乘上Y加上2XZ加上 2YZ等于-12 等于0 如果我们像我们前面写的 那种形式 那一定是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G X Y Z 我们解写这样的function 那么V X V X等于YZ G X是Y 好 G X我们形成一个Lambda G X是Y加上2Z 这是V X V Y是XZ 等于Lambda 那么G Y是X加上2Z 好 V Z是 X Y是Lambda 乘上 G Z的话是2X加上2Y 然后再加上我们最后的 G X Y Z 等于0 XY 加上2XZ 加上2YZ 减12 等于0 我们起这样的一个方程组 这样方程组 那我们 那我们看到 第1个function 左边是YZ 第2个方程左边是XZ 第三个是 左边是XY 那我们可以把 左边可以变成一样的 那么第1是变成XYZ 两边乘上X 就等于Lambda Y Lambda X乘上Y加上2 XZ 然后第2是乘上Y就是XYZ 等于Lambda XY加上2 YZ 第3是就变成 XYZ XYZ 两边同时乘上Z 就是 Nambda 2XZ 加上2YZ 好 再加上 最后一个方程 XY加上XYZ 加上X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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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12 等于0 我们把这个叫做 5 6 7 8 好 我们把5是 减60 5-6就得到的是 2XZ 2XZ 等于2YZ 所以我们得到的是 X等于 Y 或者是 Z等于0 但是Z等于0的话 体积就变成0了 所以Z是不会等于0的 Z等于0是 reject 这个 我们不要了这一个 好 第6式 减第7式 第6式减第7式 我们就得到了什么呢 或者是 第6式减第7式吧 或者第7式减第6式 第7式减第6式 那么 左边等于0 右边是 2XZ 减XY 等于0 再乘成那么的等于0 所以是 2XZ 等于X Y 那么X等于Y的话 所以说 是 X等于2Z 好 X等于Y 那我们带到 带到最后第8式去 所以我们得到的是 X等于Y等于2Z 我们带到第8式 就是 X的平方 加上 4 XY都是2Z 我们都用Z带进去 所以是4Z的平方 我们就不会有分式 如果把Z用X 也可以 也可以 那么X等于Y就是X平方 那么2Z是X平方 那么2Z是X平方呢 还是加上X平方 2Z是等于Y 也等于X Y等于X再加上X平方 等于12 所以是2 所以是3倍X平方 等于12 所以X平方等于4 X就等于2 所以我们得到的是X等于2 Y也等于2 Z就只是等于1 最大的体积 那所以这个 最大的 最大的体积 是 V 221 等于4 2乘2乘1等于4 因为 因为只有这一个极致 我们知道它是最大极 那么最小极肯定是0 最小极 因为我们根据实际情况 我们就知道最小极是0 因为你只要0 X等于0 或者Y等于0 就是了 它的体积就是0 这是第一个体 那我们求 求的方式就是 gradient V等于lambda乘 gradientG 那么我们可以先解 XYZ 或者 也可以先把lambda解出来 那么这里 这个体里面我们先解的是 XYZ 那么如果能够先 解出 XYZ的话 我们 先解 XYZ的话 我们可以 如果我们能够解得出 XYZ 我们就可以不用 解lambda 如果说 XYZ 不可以直接求出来 我们可能需要先把lambda解出来 这是第一个体 那我们 拉格兰尔的这个乘子法 他们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用处 那么例如说 我们 找最大最小值 最大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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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是等于 X平方加上 2V平方 在这个 Disk里面 在这个圆盘里面 X平方加上 V平方 小于等于1 在这个 圆盘里面找 最大最小值 这是 X平方加 V平方等于1 那么 我们 找的是一个 B区域上的 最大最小值 那这个我们怎么求呢 我们 求法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不等式 因为我们 跟我们这个 GXY 等于0 那个不一样的 那个是等于 这是不等式 所以它的 点就是一个 平面的区域 就跟我们拉格朗尔 橙子法有点点不一样 那么这种我们怎么求呢 我们可以先求内部 求一个 没有限制条件的极致 好 先求内部 我们先求内部的机制 这是没有constraint的 我们先求没有constraint的机制 那么在边界上 在边界上 就要用 这个 拉格朗尔 就是乘字法 因为边界是什么呢 边界就是 X平方加Y平方等于1 那我们的解法 我们先求它的 没有条件的机制 就是 Fx是等于2 X Fy是等于4 Y 所以 Fx等于0 我们 我们得到 X等于0 和 Fy等于0 我们得到 Y等于 所以我们得到的结果 它就是 00是 acritical point 那么在0 00这一点 我们再去 用 二阶导书去判定它是极小值 还是极大值 那么 Fx 是等于2 Fx Y是等于0 F Y Y是等于4 所以说 Fx 乘上 F Y Y 再减去Fx Y的平方 这是等于8 大于0 而且 Fx X等于2 这也是大于0 所以我们得到的是 F 0 0是 极小值 它只有一个极小值 那么它一定是最小值 Fx F0 0是等于0 因为我们知道 在一个币区区域上 如果只有一个 local的minimum 那么它一定是global的 这跟我们意愿函数是一样的 这是我们第一步 那么第2步 第2步 那我们 那我们来看 它的constant是 在边界上是 x平方加上y平方等于1 所以gradient F 等于lambda gradient g 然后是x平方加上y平方等于1 fx fx是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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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x是2 也是2x 所以是lambda2 2被lambdax fy就是 fy是 4y 那么是等于2lambda5y 那第3个条件是x平方加y平方等于1 那么第1个条件 有第1个function 有第1个function得到x等于0 或者是lambda等于1 那我们看x等于0的话 我们可以带到第3次去 那么y就等于正负1 这是 由第3次给出 如果lambda等于1 lambda等于1的话 我们第2次就得到的y就等于0 y等于0 y等于0 是这个时候我们是有 第2次得到y等于0 然后把它带到 第3次去 x就等于正负1 所以得到的 它的 所以它的point就有哪些呢 有 0 1 0 负1和 和1 0和 1 负1 0 4个点 那4个点 我们去看哪个值最大 f01 这是4point f01 f01 我们x等于0 y等于1 带进去是2 f0-1 带进去 因为是x平方加2y平方 这个也是等于2 f10 x等于1 y等于0 所以这个等于1 f-1 0 这个也是等于1 那么还有我们之前的一个点f00 这等于0 所以我们得到它的是 maximum 这个实际上是global 或者是absolutely absolute global的maximum或者是absolute的maximum是f f01 f0-1 这是等于2 那么 global的 或者是absolute的 minimum 是f00 它是等于0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求一个b区域上的一个 最大最小值 那我们先用 没有条件的 这个求极致的方法 求extreme的方法 去求出内部有没有极致 然后我们在边界上我们要用这个laclan multiplier 去算出边界上的最大最小值 那么我们最后 把求出来的这个最大最小值 边界上的 值 和我们原本内部的那个极致 全部比较一下 我们就得到最大最小值 这是absolute的 这是laclan multiplier的它的应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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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